站在飛機上還不過癮 接下來帶大家體驗背著火箭筒 飛在轟炸機旁的感覺 火箭人伊夫羅西再一次挑戰極限 透過他背後的噴射翅膀 一起和轟炸機近距離飛行 一個不小心就會撞上 大家猜火箭人是飛在轟炸機的前面還是後面呢 火箭人伊夫羅西又完成什麼創舉呢? 他跟一台波音B-17轟炸機一起飛行 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空中 他在四個引擎的龐然大物轟炸機旁 彎曲繞行、翱翔天際 場景令人印象深刻 羅西表示 這已經加入他最值得回憶的經驗名單當中了 曾經擔任多年戰鬥機飛行員 和航空公司機長的羅西說 在多年的開發和設計測試之後 2006年他第一次成功飛行 用噴射飛行器飛行超過了五分鐘 發展出來了 馬上會到六個引擎的 我試著要分享 我會想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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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我的心思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這就是 我可以說 我會想說 把年輕人壓力 穩穩穩 你會想說 数百人蜂拥而至EAA AirVenture航空展活动的公开展示区 观看瑞士大胆王火箭人伊夫罗希 紧贴着B-17轰炸机飞越天际 罗希未来的计划包括训练一批火箭人和他一起飞行 但是他的终极目标是向每一个人分享他的设计